收看今天的长春养生密码 现在很多的大医院 分工比较仔细又专业 像是有些科别 你可能不一定听过 免疫 过敏免疫风湿科 这个科别到底是什么样 并应该去看呢 其实很高兴请到的是 台北荣总的 过敏免疫风湿科的主任 欢迎林主任 林孝依主任 来到节目现场 林医师早安 大家好 郭小姐好 好 林医师 首先我们再聊聊说 其实过敏免疫风湿科 在现在算是蛮热门的一个科别 对不对 对 没错 很多人都讲要增强免疫力 事实上免疫造成的问题 包罗万象 事实上在我的领域里面 现在看的最多的就是跟过敏 还有跟风湿 过敏一般讲起来 像过敏性鼻炎 虚麻疹 还有更厉害的气喘 事实上我看的更多的是风湿 风湿我想大家耳熟能详的 像类风湿性关节炎 像红斑性狼疮 而且像一些现在富贵病的 像痛风 诸如此类几乎全部都是在我风湿领域 涵盖的 所以等于是说从头到脚 有过敏反应 或者是有风湿病的话 都可以来看这个科别 对不对 完全正确 好 这个科别和我们一般 比如说如果关节去看骨科 过敏去看内科 到底专门设这个科别的话 有哪些更专业的方式 问题非常好 我们讲骨科为例好了 是 早期像一些关节 像退发性关节 或者变形的 变形的关节 你也许是如果手部可以像 类风湿性关节 像这个刘霞 性宁治 他后来成立疑点眼基金会 很伟大 像一些 有一些腰痛的年轻人 像僵直性脊椎炎 你也大概知道 对 像我们前委员 仪先生 还有他的公子 他们都是僵直性脊椎炎 周董也有 周杰勒也有 对不对 像早期这些病人 他腰痛 他一定是看骨科 事实上骨科一般讲起来 他是以外科系统为处 通常是一个机器坏掉了 要整修 我常常举个例子 就好像一个地震 在地震的前期 就是一个小地震 小地震 有一天会发生 九二一大地震 皇子倒了 垮了 这个是要重建 这个时候基本上 就是找这个骨科医生 他们做的是一个工程的工作 做手术就对 是的 我们风湿科 基本上是个内科 内科它的最大作用 是找出它的病因 所以能够预防治疗 像内风湿性关节 红白性脑窗 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自体免疫的问题 换言之 是身体产生一些抗体 来攻击自己 内乱 所以我们的做法 就是把这个内乱解除 也找到它的原因 所以你会用 早期用肋骨醇 是 如果痛就用消炎止痛 那到后期 我们慢慢知道 它是因为免疫系统造成的错乱 所以我们要免疫调节 甚至现在有更新的 所谓生物质剂 还有标巴疗化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 我们内科体系的风湿病 是一个找病因 是预防 不要让它关节破坏 是 像红白性脑窗到后期 会肾脏坏掉洗肾 所以我们在早期 就把这些事情全部搞定 是 也可以提供 就是民众最新的资讯 对不对 好 那这个科别 和一般就是像骨科 或者是内科 它的检查方式 也是更加专业吗 是的 那现在很多人 就吃一大堆药物 我想现在最夯的一句话就是 吃了药以后 要增强免疫力 是 我想外面卖的健康食品 很多都是要增强免疫力 那事实上增强免疫力是干嘛 是增强好的免疫力 所以我们做的一些检查 基本上能够测一下 它的免疫系统 是 那我们知道免疫系统 混做两个 大的来分的话 就是先天的 一个就是后天的 先天的免疫系统 我们最简单来讲的话 举例来说 就好像一只蚂蚁到外面 闻到一个糖果 就吃掉 这蚂蚁好像外来的东西 糖果是内在的东西 是 一吃就吃掉 这个第一步骤 这个做的就是所谓的 先天性免疫 通常在免疫系统 在四个小时之内 马上做了这个动作 然后这只蚂蚁 藏了这一口糖以后 这个外来物质以后 它要把信号传给后面那些蚂蚁 回到它的这个巢穴 把所有的人呼盆引伴 把整个巢穴的工蚁全部叫出来 这个就是把整个免疫系统给它带出来 所以我们身体上也是这样 一个先天性的一个后天性的 后天性的它还透过T细胞跟B细胞 所以整个系统的划动 所以我们身体一个外来细菌到我们身体来 我们第一步我们一个叫既视细胞 Macrophage就吃掉它 吃了以后就把信号传给后面的T细胞 B细胞 它整个身体的免疫就划动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像现在的不管以前的SARS期间 现在肠病毒期间 或者我们一般的感冒 这些病毒来身体 都是经过这么一个环境出来的 但是最可怕的也在这里 假如这个免疫系统的花动 是没有原因的 只是因为你刚好是带个某一个基因 或者你妈妈曾经有过红半线狼疮 或者你得过最近一个奇奇怪怪的感染 你身体产生一个不正常的 环境我们叫SIGNAL 本来不应该启动的免疫系统 你被启动出来 然后产生的抗体不是打别人 打自己 那就非常非常的麻烦 是 好像有这些 比如说隐藏性的基因 或者一些免疫过敏 还有一些气喘等等相关疾病 都可以到这个科别 完全正确 好 今天非常谢谢林主任 来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